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怎么办 装不住 百物馆开了七个月 吸引超过80万人次参观 即是大概每10个香港人 就有一个去过 好成绩的背后 团队花了不少心思 那天管长吴志华到一个即将开幕的展厅 看下准备如何 这个部分是做什么的 最后一个部分是第三个单元 主要展示了代到明代的金星 吴志华在康民署核下的博物馆 做了超过30年 曾经做过海防博物馆 历史博物馆馆长 现在营运故宫博物馆要自负盈亏 他说整个思维模式都要跟着变 博物馆我们一些馆长过往 其实我们过往都是做研究好展品 我们现在整体上的市场触角要强 这方面其实不是说你有好的展览出来的人看 你要有很多的宣传 观众的反应对于我们是很重要 因为除了一个评价之外 决定他们买不买票 你再来一下吧 Daisy 你再来一下吧 以前只是找展品 现在还要赚钱 视察完展厅 吴志华吃饭时间都不能休息 要把握时间和商业机构谈合作 吃完饭 吴志华又赶聚开会 和团队谈来的筹款计划 我们的目标 我想我们希望是五到十个目标 至少五个目标是我们最基本的目标 虽然开幕以来 故宫博物馆每个月平均有十几万人资入场 不过吴志华说 门票的收入大概只是未保三成的开支 不成低的就要自己想办法 我们会和很多商业机构合作 我们其实最终的目的是 想将文化滲透到商业的角落 故宫学堂教部 我们最近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坊 其实我们收得贵 但是收得贵来说 每一个工作坊都是满額的 那些满額 其实我们差不多是100% 即100%是收回成本 和可能有少少钱赚的 他说他们过去一年找到的赞助 已经是全港文化机构里面最多 不过就算是这样 故宫博物馆的开支 依然有一半 要由同样自负盈亏的西九管理局埋单 在欧美来说 一般是去到由三成到五成 其实去到五成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其实 我们过往过一年的盈予去到五成 我们也很开心 但是压力有的 没有一间博物馆是可以自负盈亏的 一定是涉本的 这个我想是从博物馆 它从古道金都是一个现象 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 保存和传播文化的机构 有很多资源投入 回来的都是一些无形的价值 在看关系的那些一件事 所以我们准备出一大部分 在找到这个位置 有数据 有数据 能没有人 那边 也有数据 有数据 也有数据 只要有数据 您倒数据 没有不足 也有曼青银 这个是很便宜的 圆、齿、尖 书写的时候很占用 圆、齿、兼、健 就是圆、情、夜之不 张洪礼的家族世代静筆 曾太太奶奶更是清代家庆帝的 御用制筆士 但我们不是赚钱去做这件事 如果是为了赚钱 中国没有文化 中国没有前途 香港没有文化 香港没有前途 不过虎虎经营六年 最近他面临一个大危机 博物馆围住的旧楼即将收回重建 他要找地方搬 张洪礼把目光放在空置了 超过30年的前东头村公共浴室 十环署、基电署、地政署 他们三方面在扯皮 就说这个已经空置了36年了 现在又是你推我我推你 跟地政署联络之后 地政署就 告诉我们 十环署正在赞用这个地 问十环署何时交给呢 十环署说 差点文件 由基电署签 除了程序 他还遇到一个难关 地政总署要求他要给9200万保证金 保证金不用他了 我有9000多万 我需要找他 完全是一个刁难 我的感觉当时是刁难我 让我支难而退 地政署人都说 你有几千万 不如你去工业大厦 买一个工业大厦的楼层 你做保护官更简单就多了 你做保护官更简单 他叫 ilgili妝, 劉文文字幕 他叫劉文文字幕 他叫劉文文字幕 但他帶 Flotie的領導人 很 leveling 很多人 いた, 跟他 encum lluv 看來你叫劉文文字幕 真是利益 算是利益 教他要盡了 算是利益, 他們的領導人 只是利益職就可以了 但兩千元都能取得到 郭文字幕會審理 其实就比较困难 但是也要靠很多人事方面 鼠疫横行改变了 华人社区的发展和历史 100年后 香港爆发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 博物馆现在策划相关的展览 不过受到资源所限 估计要三年后才成事 新冠疫情影响了三年 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个工作组 准备用三年时间 不断地筹备 钱费方面最重要 另外我们也要找很多 有心帮博物馆的人一起做 才能能赢得到 当然还要传承给下一代 博物馆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回来世界各地 伦敦是其中一个最多私营博物馆的城市 参考当地的私营博物馆 入场费 博物馆商店和食市的收益 加上只是占收入来源的30% 剩下的就要靠公众捐款 创办人撥款和政府资助 不过在香港就预期 私营博物馆要自负盈亏 这个是说笑的 在香港来说 要做一个私营博物馆 真是很不容易 香港地价相当贵 租金的承担很高 特别是交通方面的地方更加贵 要找到一个大一点的空间 也不容易 入场的收入是很难养得起这个博物馆 去营运 政府早在2008年 曾经说有需要制定机制 支援私营博物馆的发展 既然说明是私营 为什么又要政府支援呢 公营博物馆 因为用公帑 每次都要有所谓 整体社会共识才能做 但是私营博物馆就不是 我只要有一个很好的主题 去举办一些博物馆 这样的做法 无论是从一个推广文化 提升整体城市的魅力 吸引力 都很有帮助 张鸿毅这日来到 西九龙政府合处交文件 原因是 申请管子方面又着转机 我就写封信给我们的特首 问一问 能不能失调三个政府部门 是否知道特首那边 特首办就有违信 就连我们的证件 转递给实环署 基电署 和地震署 我们又给电话 地震署 以前又收了我们 几千万的保证金 现在你送好了是不是 是我的申请 所以这个转机 就令我们有燃起的希望 有政府说要制定机制 支援私营博物馆 到现在已经隔了15年 为什么也目不进展 我们下节再看 全港大约50间的私营博物馆里面 只有一间是获政府直接资助 当局曾经研究 如何支援私营博物馆的发展 但最后说很难制定标准机制 怎知是为之一间博物馆 现在很多国家都有博物馆的认证制度 有什么值得香港参考 这部1903年的爱迪生流星机 是邓汉森James的珍藏 在他这个小天地里面 加加买有大概二万件藏品 他说收集这些藏品 一点都不简单 这个世界不可能 各样都完美的 你要付出 就要牺牲一些东西 可能你的车 你的楼 什么都要放弃的了 你的梦想就是要收集这些宝物 每一个人对生活态度都不同 有些人觉得买了两间楼很安全 但我觉得 这些更重要 拯救这些 贫隶绝灭的绝肿的文化遗产 比买楼更重要 James原本在商场开唱片店 七年前租了这个八百多尺的楼上铺 开了唱片博物馆 很多客人就是那些 在香港的教授 他见到我的藏品 他说你已经不是卖唱片了 很多都是古董 很多是全球只有一张 这些藏品可能是监制的版本 他已经当我们是博物馆 我停机一续 一续约的时候 我已经加了一个生苗丝 在我们的店名 这个是一个访客的留言 18年前开始我已经做这个纪录 大大亚都有100个国家 James说18年的访客纪录 已经证明这里有很大吸引力 认为如果有机会 拿到政府的支持 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我梦想当然是训练多些人 可以开个一万至两万尺的地方 在香港有五六个馆 一个馆是播 例如中文歌 一个馆是播古典的 一个馆是播爵士的 会不会距离目标都比较延远的呢 正所谓 终于一定要逼 想到上大空都要想的 实不实现这件事 不过现在全港 只有少数私营博物馆 有政府支援 包括乙学博物馆 新闻博纜馆等等 五间私营博物馆 都是以一元像征式的租金 租用政府的场地 至于是中环码头的海市博物馆 不单只可以用一元租场 更加是唯一获政府 直接资助的私营博物馆 我们会不断提升的这些博物馆的设施 而且我们也会向海岸的博物馆 借一些展品来香港展览 这些在运输和人手方面的成本 都是很大的 而且你看到这里这么大 所以其实我们每年的维修费用都很大 所以政府的资助对于我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 政府现在承担他们三分一的营运开支 还有搬迁费、补养费 他们说政府的资助 令他们做到更多研究和出版的工作 我们在西贡的梁船湾 其实是打牢到一个可以追溯到 去到宋代的石制船马定石 以及两支十八世纪的铜制大炮 这些出水物物 其实都会送到来博物馆 由专家进行文物复修 研究等等的工作 然后再展示给大众知道 无论在人手和资金上 都是很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翻查立法会的文件 政府2008年提出 需要制定机制支援私营博物馆 正正是回应海市博物馆的发展 不过到了2010年开展研究之后 当局认为每间博物馆都不同 如果要定立一套标准机制 反而会影响博物馆的多元发展 最终决定因应个别个案处理 要满足政府定的条件是不容易 而那一套的条件 看来也不是一个很行常公开的标准 更多是一个借口 就是不准备去做的 针对不同形态的博物馆为计设施 是有不同的要求 不同的资助的条件都可以的 最重要是是否有一个 比较公平公开的认证机制 现在多个国家都有 博物馆的认证制度 其中是英国 早在1988年已经推行 确保博物馆的机构管治 藏品管理、用家体验是符合标准 而政府考虑是否资助博物馆的时候 都会以这个认证作为主要的审批基准 现在英国提供给博物馆的拨款 足够有四成都是拨给私营博物馆 这种做法又是否值得香港访效呢 我看不到为什么不应该 既然你说电影或其他东西 你都有这样的需要 如果认可它、认证它 都是有一系列的要求 它会有没有一个社会的价值 如果大家探讨过 有一个既定的机制 认可它有这样的社会价值的时候 用公币去支持它是没有一口非的 不过有研究博物馆的学者 就对用公币资助博物馆的做法有保留 认为定立认证制度之后 第一步可以用税务优惠 鼓励私人捐款给博物馆 在欧美他们会用一些减税 或者一些方法 令到一些私人机构 愿意捐钱给博物馆 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去做 为什么要有认证制度 这个认证制度 它只是用一个专业的平均 去认证博物馆的成绩 有意义捐赠的人作为一个参考 他认为认证的时候 更加要考虑博物馆的管理 英国的accreditation 基本上是看三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看 他们怎样去管理他们的收益 博物馆涉及很多敏感的问题 比如说你收藏的藏品 是不可以随便拿去买的 如果你是一个盈利 有很多困难的问题 我们相信你不是为了利益 才会有一个地位在 所以就会在这里 好 我会在这里 Visa Master A.E. 访问也还有生意做 上次也做了几千元 在访问期间 有来自法国的旅客 来到James的唱片博物馆 参观买东西 James说旅法局之前曾经考虑 向游客推荐唱片博物馆 但最终因为他们有卖东西而没有成事 如果不卖的话就完全没有运作 你坐在这里 哪有资金和器材如何保养呢 登油和火纳全部都是钱 正在烧钱 没有一个规范 说开博物馆如何开 是否让你卖东西 完全没有这个规范 很多卖模型的都说自己是博物馆 我觉得全世界的博物馆都有东西 大件、小件都能卖回去 绝对不会抵触博物馆的气氛 这些博物馆都能卖回去 James说他开这间唱片博物馆 不是为了赚钱 只要展出的方式符合他的要求 他甚至肯捐了所有藏品 准则一定可以展示、可以听得到 不是尖氧式 永远摆玻璃柜 其实没有捐也没有分别 送也好、卖也好 我都可以和他合作 如果为了延续他的生命 让世人还可以去到某个地方 香港可以听到的原味 没有问题 在哪里也没有问题 当然首算是香港 希望小小的代 几百年后 按一个按钮 没有带的原汁原味 就跑回来 可能再大一点 我会否考虑过 可能不做 不奇怪 如果体力不许可是 想做也做不到 那我的藏品会如何处理 哪些熟客、哪些喜欢 就卖给他 如果去到这个地步 非常可惜 这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到 2023、2024年度要特别留意的事项 包括支持海市博物馆 成为香港具代表性的博物馆 至于如何支援其他私营博物馆 预算案就没有着脈 本集新闻透视到这里 下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